非洲象是世界上一只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 也是非洲真正意义上的扛把子 一头成年非洲象通常体重约五吨左右 但即使如此庞大的体型 在食物匮乏的时候 依旧会被狮子当成狩猎目标 然而重五吨的大象都能被吃 为何狮子却不吃大猩猩 难道是打不过吗 感兴趣的朋友点击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很多人都觉得猫科天性谨慎 不会轻易捕杀比之体型大许多的猎物 更何况是大象犀牛这种陆生一个二个 但虎王KZT085却告诉世人 他不仅能单杀两吨重的犀牛 还能顺带干死一只熊虎 独行的老虎能够单挑犀牛 群居的狮子更可以围猎大象 在旱季食物匮乏的情况下 恶极眼的狮群完全可以将一头成年象磨死 而平时也会捕杀小象或者母象 狮群猎杀大象并不罕见 可是狮子连大象都敢怼 为啥不见狮群搞种群数量更多的大猩猩 年长的雄性大猩猩被毛绘变成银灰色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银背大猩猩 大猩猩体格强健性情彪悍 体型更是所有灵长类最大的 一拳可以捶爆钢化玻璃 实力不容小净 成年大猩猩体重可达80至250公斤 几群居 族群成员几只到几十只不等 这么对比 似乎与狮群有一战之力 却为何不见双方有过冲突 实际上大猩猩与狮子虽同处非洲 可一个生活在深山雨林或者山林 一个在草原或者汉地半沙漠地带 栖息地基本上没有重叠 野外相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么假如双方在野外相遇 狮子究竟能不能干得过大猩猩呢 作为非洲草原食肉母之王 狮子的实力无需多言 而大猩猩虽然体型不输狮子 碧莉也十分精烈 但在狩猎搏斗方面完全不及狮子 因为它们是不择不扣的素食主义者 主要以树皮嫩叶以及果实等为食 偶尔会吃一些鸟蛋和奇草 不过这类食物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食量大又少有天敌 大猩猩平时多数时间都是在进食闲逛或者睡觉 如此生活方式 即便有着不俗的智商和块头 对战经常刀口上舔血的狮子 想来也只有挨打的份 何况身为灵掌类 大猩猩的视听嗅觉和人类相近 与猫壳简直是云泥之别 但就狮子一个前行偷袭都难能躲过 而且灵掌类的痛觉神经比较敏感 说白了就是怕疼 战斗时稍有负伤战力就会衰减 所以综上所述 大猩猩几乎没有与狮子抗衡的实力 最多也就靠块头下跑个胆小的爆鬼篮吧 但凡遇到个胆大的 也可能会沦为花豹的食物 对此大家怎么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